说起港台乐坛,观众的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港台四大天王的脸 但在四大天王统治港台娱乐圈的时候,仍有几位天才能够脱颖而出 而王杰便是在天王光辉下,仍能发光的天才 甚至在他的巅峰时期,盈盈有些压过天王的势头 在他出道之后,仅仅凭借一张专辑,就将港台专辑销量榜罢榜半年 可见其实力与天赋不容小觑 然而好景不长,过早的臣民必然会带来同行的嫉妒于艳红 王杰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2010年,王杰首次在媒体面前公布自己被人下毒 导致自己嗓子报废,这辈子再也不能唱歌 此话一出,瞬间在娱乐圈上下掀起了一阵风波 无数人都在猜测,到底是谁毒亚了这位天才 到底是谁毒亚了王杰,修首又是出于何种原因 才会想到出此下策 年轻时的王杰是毫无争议的浪子 虽然当时的他世才放旷 但凭借着他着而不凡的实力 观众也都将这种狂傲当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性格 甚至还有不少狂热粉丝去模仿王杰的狂傲 但他们却并没有学到王杰狂傲的精髓 之所以王杰会如此有能有角,和他对自身彩傲的自信分不开关系 早在王杰刚刚加入非联唱片的时候 他就大言不惨的对执行经理说道 我这张专辑卖不出一千五百万,我随你处置 而当执行经理听到王杰这般狂傲的发言之后 心中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经理早就看过了王杰的作品 虽然他只是一个刚刚进入行业的无名小辈 但经理还是能看出王杰不俗的天赋 要是这样的人能够为我所用 对我言听计从 打造出下一个港台巨星指日可待 执行经理这样想着 随即便哈哈大笑地朝王杰走去 并表示愿意为他推出这张 名为一场游戏,一场梦的专辑 然而经理的小算盘却还是落了空 这张专辑已经发售 便瞬间砍下一千八百万的高额销量 甚至还力压四大天王 在港台专辑销售榜上 霸榜了整整半年 而王杰也凭借狂傲的风格和优秀的唱功 一举成为了港台乐坛的风云人物 还收获到了粉丝们的爱称浪子 不过此时的王杰虽然狂傲 但却不骄傲 一场游戏一场梦的超高销量 并没有让王杰骄傲自满 他反而趁热打铁 在次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忘了你,忘了我》 又一次成为了1988年畅销唱片冠军 之后又在1989年豪夺四个奖项 歌手金奖 中文金曲 静歌金曲 最受欢迎新人 刚刚出道三年就获得了如此殊荣 可见王杰的天赋有多高超 然而命运在为你打开一扇窗的同时 也会为你关上一扇门 和所有的天才一样 王杰注定会是孤独的 常有人说天才注定是孤独的 常人往往很难以理解天才的想法 而王杰也很快就陷入了人生中的低谷 1993年 王杰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当了父亲之后 肩膀上的压力自然就重了起来 可此时的王杰刚刚进入自己事业的低谷 自1992年 王杰获得了最佳歌艺偶像奖后 他将迎来长达九年的五奖生涯 要知道王杰可是刚出道 就连续几年多次获奖的天才 就像游说入简难一样 此时的王杰无法接受自己得不了奖的事实 事业的滑坡再加上生活的压力 两种不同的压力交织在一起 让此时的王杰感觉有些喘不过气 之后便不幸患上了厌食症 厌食症会导致患者根本无心进食 看到食物就会觉得恶心 只有在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 能够稍微近视一点 这到这王杰逐渐变得消瘦 也无心研究更多的优秀作品 失去了创作的灵感 王杰的事业也瞬间跌入到谷底 当他赖以生存的才华不再管用时 他才意识到社会究竟有多残酷 而王杰的妻子也因为王杰越来越赚不到钱 而离他而去 这也对王杰造成很大的打击 为了掩盖自己将狼才进的事实 王杰才再一次采访中 说出了娱乐圈中的又一位姐之女 随着王杰越来越拿不出优秀的作品 他的人气也跟着他的才华一降再降 为了维持自己的人气 王杰只能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向外界声称自己的嗓子被人毒哑 2010年 王杰第一次在节目中 发表自己被人下毒的故事 此言一出 瞬间在圈内引起了一阵风波 眼见这个办法对自己恢复热毒有所帮助 王杰便在之后多次上演故技重施 2014年 王杰先后两次在不同的节目中谈到 自己被下毒的故事 甚至有一次还声称 给自己送饮料的人 是一个声音独特的明星 根据王杰所说的线索 再加上娱乐圈里的一些恩怨 网友很快将下毒凶手 锁定在了谢霆锋身上 之所以网友会怀疑是谢霆锋下毒 是因为两人曾在英皇娱乐共事的时候 发生过不少矛盾 先是英皇娱乐让谢霆锋作词作曲 然后让王杰演唱 这样两人都心生怨念 谢霆锋不想让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歌拱手让人 王杰也在疑惑为什么公司不认可自己的才华 除此之外曾在2001年的时候 王杰在开设演唱会的时候一票难求 可演唱会现场却人机罕至 这让不少人认为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联系英皇娱乐打压王杰 毕竟谢贤在英皇娱乐的地位幽默共睹 就在观众集体声讨谢霆锋的时候 另外一部分网友却发现了另一个疑点 虽然王杰多次在各种节目中声称自己被毒养 但关于自己被毒养的过程却每次都有变数 前面几次的阐述差别不大 基本都是喝了别人送上来的饮料 只是送饮料的人不同 其中一次是助手 另一次是声音特别的年轻人 再到后边 王杰2016年在微博发布文章称 自己已经被毒养9年 可往前推9年的话 2007年他也发布了一张专辑 说明当时他的嗓子可以唱歌 王杰最后一次提到自己被毒养 又说自己的嗓子是肌肉实化 并且自己知道给自己送饮料的人是谁 然而我们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听了这么多次下毒事件之后 观众也逐渐对这件事麻木 后续也有其他媒体分析 王杰的嗓子是因为抽烟喝酒废掉 并且王杰早年也说过 自己很喜欢沙哑的嗓音 不排除他长期抽烟 导致嗓子坏掉的情况 而王杰的下毒之谜 也被观众看作是他自己的炒作 王杰的一生放荡不羁 早年的他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他本人也乐于用自己的才华 为大众带来更多的佳作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难免会遇到江郎财经的情况 可能王杰并不愿意承认 自己已经前率技穷 所以才会说出毒雅这一难解之谜 毕竟在2007年之后 他登台唱歌的次数不少 也发行了几张专辑 不过王杰如今已经隐退 希望他在异国他乡的日子 能够过得幸福快乐